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男朋友平时工作比较忙 但是他不会放我鸽子的 他一会儿就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晓晓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怎么才来啊 电影都散场了 有个紧急手术 没想到我已经这么久了 没关系 这样 我去买下一场的票 不用再买了 这已经是最后一场了 而且这个点再不回家 老林又要飙了 对不起 我现在总算体会到了 体会到什么 跟医生谈恋爱 就是随时寻找失踪人口啊 回家吧 走吧 等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他只是工作比较忙 没有放我鸽子 帅吧 简单 拜拜 拜拜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帅啊 你怎么知道啊 你是宇宙无敌第一帅 怎么不行吗 行啊 我批准了 让你看看够 好 嗯 我呢 你什么 我 你觉得长得好看吗 这个嘛 那我得好好地想一想 这个问题要想这么久 也太伤人自顿了吧 哎呀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你怎么样都可爱 可爱 我能到不是那种美丽优雅高级的感觉吗 算了别说了我知道了 我说的这些 我自己都不相信是我 可爱 也没有太可爱吧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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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呀 还真是个小孩 还真是个小孩 我是成熟女性 可爱是什么样你知道吗 不能不要乱说 你才可爱 你可爱 可爱可爱可爱 可爱如你 好好好 我可爱 才小孩呢 我也是个小孩 是个小孩 我可爱 我可爱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